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对我的肺活量还是蛮有自信的 张艺术家 我跟你说实话 他俩人过去在感情上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伤害 所以我特别不愿意他们再第二次受伤 张艺术家 这是我心里话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我明白了 你看我是这样想的 毕竟我跟两位女士还不太了解 所以我没办法准确地判断谁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我决定先相处一下 你这个是应该的 您准备怎么相处 我都想好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两个人再次受伤 好 所以我跟他们分开交往 彼此不会指导 避免尴尬 一三五我跟那个小个儿的约约会 二四六的时候我跟大个儿的在聊聊天 你看我的安排合理吗 那个张艺术 那还差一个礼拜天呢 你还不让我信一信呀 我也是人 我也累呀 礼拜天我要腾出时间 好好的考虑一下 下个礼拜一三五二四六怎么安排 不是 张艺术 就你这么谈下去总得有个结果吧 哎呀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过程 我告诉你张艺术 有一个艺术家曾经说过一句话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过程 那就是扯犊子 那我认为这位艺术家 他根本就不懂艺术 行了 那个张艺术啊 这么这么 这个我觉得这次活动 您还是不要参加了 好不好 哎 赵经理 啊 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不艺术了啊 行 我说的艺术点 出去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就是这次不带你玩 明白不 你凭什么不带我玩 凭什么就是不让你参加 明白不 那我这表我都填完了 表填完了没用 我跟你说我们是主办方 我们有这个权利 不让你参加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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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方你就嚣张啊 主办方 主办方 你什么素质的主办方 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 哎呀呀 两位女士 两位女士 别激动 原谅她 原谅她 哎 不是 哎呀呀呀 我可能跟这个赵经理之间 存在一点小小的误会啊 不是什么 哎呀呀呀 谁让我是一个纯粹的爱人 爱情主义者呢 赵方 过来过来 你看看人家艺术家的境界 你再看看你的境界 就你现在这个境界 跟艺术家一比 简直是赖 赖蛤蟆上马路 还愣装进口小吉普 你知道吗 你就在马路上 然后趴着呗 你上人脚面干啥呀 你压人脚了 你知道吗 对人 就是 你俩知道啥呀 你听她往后说 她后边还说了呢 不说就说嘛 很正常啊 我的意思是 我跟两位女士都不了解 我要相处一下才知道啊 说的特别好 没毛病啊 出什么出啊 你往下 你出怎么出 那接下来就很正常 应该约个会呀 特别自慰 怎么约呀 怎么约 怎么约 往下说 赵康子 你问那么细干啥呀 你要跟他去呀 你给买电 就想帮我扎打 扎扎子你是想去吗 你想换钱 是谁 你不用问那么多 你俩吵吵啥 别吵吵 行了我也不顾计你了 我就直处了 她说约会 是这么个约法 一才五 跟你这小个约 听见没 二十六 跟你这大个约 那星天呢 星天他休息 他累 他得休息 他得考虑一下 他小红子 你怎么说话呢 你得得不不说啥呢 说话 他们那俩本村的 你这么说话 在两位女士面前 我很没自尊 我很尴尬呀 你还有更尴尬的 听见没 他说了 跟你们谈 他没结果 听没没没 男俩听好喽 没结果 明白吧 就是浮云 飘就人 没事 你个姓赵的 你怼我 是不是 怎么的 你信不信 我给你怼回去 怎么怼 你怎么跟艺术家 说话呢 你怎么跟赵经理 说话呢 你太不像话了 还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还尴尬 你还知道尴尬呀 还艺术家 别给他杀战丢脸了 你敢货货我钢子哥 平常我俩货货他就算了 你算老几呀 你想约过我俩货货他 我咬你 出去 俩货货 解放领域 看见了吧 舍战就得有帮手 单挑 就是不如群哦 张 艺术那个 张师傅 对这两朵云烟 现在作何感想 有点呛 钢子哥 干啥 幸好有你 要不然我俩又上当了 谢谢你 你俩呀 不是我说你俩 对不对 岁数是不小了 这智商怎么就不成正比呢 我跟你说啊 这回相亲 一定要擦亮眼睛 听见没 不能光看这个男的外表 就看内在 看心 听见没 我跟你说 其实你俩呀 是挺好的孩子 对不对 你看你们两个女孩吧 追求爱情 对吧 想找一个能够跟你们终身在一起的老公 这是没有错的 这个男的 一定要单单的爱你们 在他心里边 只爱你们 他既能够欣赏你们的优点 同时也能包容你们的缺点 所以未来这个先生 一定是老实的 真诚的 不说瞎话的 心中只有你们 这个 我 我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过了53个那组了 刚子哥 哎 你有弟弟吗 你有哥哥吗 远堂亲戚也行 只要姓赵就行 那个 没有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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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打住打住 别喊了 黄小华以后你能不能别这么叫我 含糖量太高 人到中年餐后血糖不稳定 你这么喊容易把我喊出糖尿病来 你来干啥来了 我来干啥 你心里没个数吗 送快递 谢谢啊 等一等 黄晓华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的快递你写我的名字干什么呀 你这不是费一道手续吗 你给我送来 我不就省一道手续了吗 你下次再干这个事啊 我得给你直接退回去 我让你费两道手续 赵刚子 你要是听我接下来的话 你就知道你自己格局有多小了 你过来看这是啥 辽宁特产黄金大蜜桃 我朋友给我种了一棵果树 今年可算结果了 就结了九个 八个都给你 我就留一个 啊 这俩你跟大米粒的 哎呀 这俩老头老太太对 哎呀呀呀 这俩钱顺丰啊 找他媳妇的 这俩小米粒和妞妞的 最后一个是我的 最后 哎 我的呢 啊 二四六八 怎么少一个呢 哎呀华 还给你寄的时候 你确定寄的是九个桃吗 当然确定了 拍照片给我看的嘛 啊 哎 赵刚子 嗯 你说能不能是让快递把我那个给吃了 不能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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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送来说这是疯死的 没经过别人手啊 没有就我一个人打开了 就你一个人动的呀 啊 桃甜不 甜 甜 甜不行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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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花 黄小花 甜 黄小花 你看你什么表情啊 别瞎想啊 我可没吃你这桃 我说甜 就是咱们习惯用语 你说桃甜不甜 我说甜 就是客气一下 我没吃你这桃 我拔个口都给你了 我还差这一个桃了 你看你说的小花 我也不差这一个桃啊 哎呀 还真行 你 痒啊 吃完没洗了 这是茅桃不是油桃啊 不是我我挠一挠 不是因为我吃你这桃痒痒 是我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就喜欢挠一挠 习惯动作 哎呀你看我丢桃的人都没急 你吃桃的人急啥 你嘴可真急你 什么叫嘴 我没吃你这桃 不是赵刚才 我真的就 哎哎哎哎 算啥呢 你们俩闹得热火超级的就是 大美姐 吃桃呢 嗯 黄金大蜜桃 可甜了 洗呗 你这点生活常识还没有吗 这是茅桃 又不是油桃 那要不洗沾上毛 那不刺脑啊 赵刚子谢谢啊 赵刚子 哎 人家谢谢你呢 那这不客气应该是我说呀 还是你说呀 不是 黄金大蜜 哎哎哎哎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妈看你那个表情 哎呀 黄金大蜜 黄金大蜜 你想哪去了 他谢我是因为今天我帮他搬了一个冰箱 他不是谢我给他一个桃 我说桃的事了吗 哎呀我天啊 不是黄金大蜜 你怎么这样呢 他那个桃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不是咱俩的 那是谁的 他是 他是门口水果超市的 你陪他去的呀 没有啊 你没有 你怎么知道是水果超市的呀 行了赵刚子 别解释了 解释就是演示 演示后面全是故事 我在想这个故事是不是这样的呢 你呀拿了我的桃 完了看见了金大美 然后你就把我的桃给了金大美 你这是借桃鲜美呀赵刚子 哎我和金大美啥关系 多微妙啊 你心里能没数吗 我不是吓唬你 你这是送桃的事吗 你这是引起了两个美女 不一个美女和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矛盾 你知道吗 天射峰 哎 天射峰 哎 你刚才在这站着你看谁停车了吗 我没有 没没看着啊 是不是你的呀 我的车 我亲身门前总 我开这破车 哎呀 不是我的 这位邻居都不信 我跟你说小黄 要是我的车啊 你不晾衣服吗 你随便 你上上面晾去 你晾我车顶上 没事我不管 这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哎你一会要看见是谁的 你赶紧让他开走啊 行你放心吧 烦人我还得换地方晾衣服去 你说这烦人呢 哎呦我的车 你跑我车顶上干什么去了 不是你邀请我上来的吗 不是你站这么高 你不害怕呀 你赶紧下来 你刚才不是觉得我个子矮了吗 现在我高了 仰视我吧 不是 小黄我跟你开玩笑呢 刚才 你别在我车上晾衣刚才不是说不是你的车吗 啊 再说了 你车停这儿我往哪儿晾 要不你当衣杆子给我晾啊 行行行 哎呦你别摔着 你这多危险呢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你慢点慢点啊 把衣服递给我 我拿着 我给你晾 呦 钱顺峰 哎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啥呢 咋了 你不就想把我骗下去吗 都是本地狐狸 给我俩装雕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 我用得着给你装雕吗 哎 你到街上邻居面前打听打听 我前人门是谁啊 我前人门就是个老门 哎 你还老门 我告诉你 你下来 你下来 哪一出啊 这这罗明欧与朱丽叶啊 这造型啊 哈哈哈哈 翻打我都不怕 我就怕恐怖 对啊 哦 我以前 不是住一楼吗 一到夏天的虫子往里边爬 所以我想找个二楼吗 哦 这我就明白 你看你没出现那样 这么大个个 胆子这么小 多可爱 哎 你离近看一看 哎 他们有名字 不是 一个叫奥利 一个叫奥 两桶子 哎 哎 姐姐 姐 姐 你养俩呢 嗯 这是谁啊 他是奥利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叫奥 啊 哦 哎 对了 奥呢 哦 哎哎 黄姐啊 那个你搬家的话 这两口子可千万带走了啊 哎呀 知道了 哎呦 带走了 你心可真大呀 哎 带走你就放心了 你没听小黄说呀 奥利和奥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在这房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就没有几个爱情的结晶啥的呀 不然还有孩子呢 我觉得孩子很多 人家孩子都在哪儿啊 地板上 哎 沙发上 天花板上 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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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黄姐啊 哎 姐你来 咋啦 跟你说个事啊 姐 啊 你说 这房子我不想买了 什么 我不买了 我害怕那个 不是 就是这有什么害怕的 哎哎哎 我跟你说 哎呀 东东啊 到时候你下班一开门 好家伙 一万多只小蜘蛛 哆嗦着八条腿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哎 这房子不掉了啊 哎 哎 哎 陈尔峰 你啥意思啊 人家不要 我看出来了 你是来捣乱的是吧 我怎么是捣乱的呢 小黄妹妹 我这很明显 我是来帮你的呀 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来帮我的呀 哎 哎 小黄妹妹 你给我说实话 你干嘛 非得这么便宜 卖你这房子呀 哎呀 哥 我们公司吧 要扩大业务 需要钱 需要五十万 我手头上呢 正好已经有十万了 我形式便宜点 把这房子卖个四十万 不正好吗 缺钱呢 嗯 缺钱 你怎么不找我呢 小区谁最有钱 结婚林姐妹谁最有钱 超我呀 我自己卖房 花我自己的钱 我踏实咋的 不是 你这也太便宜了 是你们家卖房子吗 对 是这家卖房子 钱人芳 我在的时候 你不许说话 卖房子呀 嗯 嗯 四十万是吗 对 钱合同 大姐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嗯 长眼道 大眼睛双眼皮 一看就是敞亮眼 从小到大 我说话办事 那都是七十卡茶 行 敞亮 我去给你你合同去啊 好嘞 哎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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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